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常见错误篇第60一集 那我们看看这几个句子错在哪里 Jennifer很困 想睡觉 所以她没有在听我在说什么 想打瞌睡或者没有打瞌睡 就是没精神想睡觉 Jennifer fell so asleep that she can't hear what I said Jennifer fell so asleep that she can't hear what I said 错在哪里 哪一个字错了 这次惊人的胜利呢 真是奇迹 The astonished victory was nothing less than a miracle Nothing less 就不会比什么少 所以它真的是什么的意思 所以英文有很多这种字啊 就是有逻辑关系 常常让人转不过来 其实它意思很简单 可是用文字呢 表达就是要转一下 The astonished victory was nothing less than a miracle 错在哪里 而猎人正用枪呢 瞄准一头鹿 The hundred pointed is gone to a deer The hundred pointed is gone to the deer 瞄准一只鹿 这个猎人 Hunter Hunter也是人的名字 大家大写 Hunter Ethan Hunter 那个Mission Impossible 那个 什么TOMKLUS演的剧中人 就是那个Ethan Hunter 他瞄准他的枪呢 对着一头鹿 错在哪里 我可以再来一点猪培根吗 培根肉 猪培根 这是好像也有培根牛 就是把那个肉片薄薄的 先把它煎熟了 在冷藏冷冻都可以 然后吃的时候呢 再用奶油什么煎一煎 或者烤一烤 其实它那个肉质比较硬 老人家就不好吃 它很香 因为它已经先那个烤过了 或者烟熏过了 就是蛮香的 培根 Can I have some more Bacons 这个Bacon 它是不捲食的Bacon Can I have some more Bacons 加S很多 来一些吗 加S 在哪里出 那警方怀疑呢 银行行员和枪匪是一伙的 The police suspect That the banker was in league with robbers In league with 又是一个成语 就是和什么在一起 一伙的 The police suspect 这动词 表演 The police suspected The police suspected 怀疑 suspect The banker 这个银行 银行行员 在银行上班的人 结果它居然是 跟强匪一伙 In league with robbers 抢劫犯 强盗 坐在哪里 那我们再回头看看 这次看你怎么发现 Jennifer fell so asleep that she can't hear what I said 这一句 The astonished victory was nothing less than a miracle 哪里出 The hundred point has gone to the deer Can I have some more bacon The police suspect That the banker was in league with the robbers 出在哪里 珍利夫 她很困 想睡觉 所以她没有在听我说什么 我们要讲 Jennifer fell so sleepy that she can't hear what I said 那你看 我们都用反白 用黄色的 反黄 反白 我们再标出来 那asleep跟sleepy 差在哪里呢 sleep是睡觉 动词 名字 sleeping 加ng 是名词 那可是呢 这两个 asleep跟sleepy 差在哪里呢 sleepy是真的是想睡的 这困困的 想睡的 但没有睡着 还没有睡 所以人在睡觉之前 就是爱困嘛 你一定觉得 时间到了 精神不够了 今天这个睡觉 起床 到想十几个小时了 该睡觉之后 sleepy 想睡觉 sleepy 那asleep是什么 睡觉中的 在睡觉中的 它形容词 因为动词是sleep 名词是这个 sleeping 那形容词是asleep 那形容词是sleepy 睡觉中的是asleep 想睡觉 sleepy 所以sleepy 是还没有睡 睡觉之前还没有睡 困困的 精神不够的 但asleep 你跟他讲话 他真的听不到 他已经睡着了 所以我们 我们说这个 某一个人很困 想睡觉 所以他 没精神 没有听清楚 我在讲什么 我们要讲 Jennifer fell so sleeping that she can't hear what I said 这是今年的胜利 这个没想到 这个胜利太棒了 真是奇迹 我们要说 The astonished victory was nothing less than a miracle 它这是一个奇迹 那你说 as astonished 加一滴跟加一滴 差在哪里 就说 我们的事情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很 很惊人的 事情 我们要ing 那一滴是什么 就我是很惊奇的 我感到很惊奇的 或者是astornished 就是 反正我 就是 就是 我觉得很压抑 很惊奇 很压抑的意思 就我觉得很压抑 觉得很惊奇 用一滴 或者你觉得 但是你说 这个东西 或者你这个人是 常常就让人 让人那个 常常会让人觉得 你很 有一件很惊人的 事情出来 反正就是事情 或者让人家 让 就是 就是很 很惊讶的 我们用那个 用这个 ing 那我自己觉得 很惊奇的 就是一滴 那这种字很多了 就是很多这种 我们前面有讲过一些其他的动词 所以动词呢 就反正加ed 就是我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是ing就是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或者你是一个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 ing我们可以说 令人觉得怎么样的 那ed就是我觉得怎么样的 用这种方式来 区分就是英文的一个惯用法 那像是呢 猎人正在用枪瞄准 如果我们要 要讲 the hinder point is going add the deer 不能to 你说to 好像也是 好像也是对着 可是呢 为什么 他错的 要add 就是我们说 很精确的对着 就像那个日期 你说很精确是哪一天 我们要用on on 用on 比较广泛的 比如说一年 很广泛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用in 那就某一天是on 那这个 他瞄准了 要瞄得很准 那个范围很清晰的 很精准的 用at 所以很特定的一个 一个那个 瞄准 瞄准一个点 我们用at to是一个太广泛的方向 你如果说 他对着那个路的方向去 去瞄准 一打 他打到路的左边两公尺 右边三十五公分 打不到 瞄准你要打到 他瞄得很准 通常 这个我们只打动物 猎人呢 要瞄准他的心脏 不要打头 因为他有时候要做标本 所以头不能打 要打他的心脏 或打内脏 瞄到心脏是一枪毙命 所以那个猎人 那个打动物 是尽量 有经验的 他比较经验 他比较会瞄准的 瞄准心脏 那那个菜鸟 反正乱瞄了 搞不好打到头 没用 路打死不能做标本 那所以 像也在有一些 在大的地方 也是用and 再小一点 精确 你说在这个邮局 在餐厅 在家里 我们就用at 所以at是比较精确的意思 那可是时间的精确 也是用on 我们可以再来一点 培根 猪培根 Can we have some more bacon 它也是集合名词 跟family police people 这些都叫集合名词 它没有s 所以bacon 它就是 就是那个 就整个培根 它当作一个单位 所以它没有说 你可以说 a piece of bacon two pieces of bacon 可以 所以英文很多 集合名词 物品 它可以用piece 或者像sheet 那个纸 它也是没有附属 你也可以用 a piece of sheet two pieces of sheet 所以没有bacon 这个字 它集合名词 那警报怀疑呢 银行行员 跟抢肺是一伙的 那我们要讲 the police suspected that a bank clerk was in league with the robbers 那差别在哪里呢 用banker 是一般讲银行家 那银行家 什么意思 就是 比如说 他是银行的老板 大股东 监察人 董事长 这种 或总经理 副总 我们可以讲banker 那bank clerk 就是银行的行员 就比如说 那个抢肺进去 他不会看到 银行董事长 他一定是跟柜台 柜台的行员 那柜台的行员 就是bank clerk 就第一线的 就是基本的 一般的 顶多是有一个 有一个副理在 了不起了 那一般的大厅 不会超过副理以上 相利以上 副理以上 就是经理级以上 他大概都是 可能在二楼 或在 有独立办公室 所以我一般行员 就大概经理级以下 我们就讲bank clerk 那个经理级以上 大概可以讲banker 就银行的高层 或者股东 这banker 那比较低的 就一般的行员 或者科长 副理 我们可以说bank clerk 但bank clerk 一般还是讲 柜台的行员 这样子 所以我们用 警方环银行行员 我们这边讲行员 用bank clerk 那是我以下八个 YouTube的视频 那我们再把这些 正确的念一下 那我们就避免一些错误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超过300个 所以这样子 至少 如果你真的有认真看 还有甚至看两遍以上 你就记住的话 你就至少避免了300个错误 那也不错了 Jennifer felt so sleepy that she can't hear what I said 所以 很困的用sleep 已经睡着了 叫asleep The astonishing victory was nothing less than a miracle 事情让人很惊讶的 用加安记 我自己觉得很惊讶 那就用ed the hundred point is gone the dear 瞄准很精确的 用at 只是一个大方向 用to 所以at 时间比较精确 用on 那个地点 地方 比较小地方 确定的地方 用at 我可以再来一些 培根猪肉吗 培根猪吗 Can I have some more bacon 它集合名字 没有s bacon 没有bacons 请报怀疑 银行行员和强培 是一伙的 the police suspect that the bank clerk was in league with the robbers in league with 就是和谁在一起 banker是高阶层的 银行的高阶主管 或者董监事成员 董事长等等总经理这些 banker club 就是银行的一些出纳 或者柜员 柜台的人员 这些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避免的英文的一些错误 这期讲到这里